所谓横断山脉指的并不是一条 而是横着铺开的七条 号称横断七脉 两座山中间都夹着一条河 两条河之间又隔着一座山 横有规律 因此又称横断七脉六江 其中西部的鹿江 蓝沧江 金沙江 三条河谷的横断特征最为强烈 阻隔也最为明显 东部的三条河谷情况要稍微好一些 但同样也是千险万难 九死一生 这里的险恶之徒是无数往来行人的噩梦 即便是对于训练有素的军队也不例外 太平天国的石大开就是在进入横断山脉之后才惨遭全军覆没的命令 就连不怕远征南的红军也是在翻山越岭付出惨重代价之后才走出横断山区的 在横断山区真正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力的是大渡河与敏江 大渡河靠近四川盆地的西部边缘 一直都是藏腔与汉民族的戒河 民国时期西康省的东部边界就是大渡河 突破崛起之后与唐王朝彼岸相对的疆域边界同样也是大渡河 并且还曾经几度突破这条防线 把势力推进到闽江一线 直逼中国西部的边陲重底松州 这可就危险了 松州城上街甘肃下队成都 可谓川西北高原上的第一大军事重镇 不可谓不重要 到过都江燕的人一定知道 在闽江河畔的玉垒山上还有一条松茂古道吧 这里的松指的就是恶守闽江河谷的松州 茂是茂县 很明显这是一条沟通成都平原与川西北高原的交通大动脉 虽然叫松茂古道 但起点并不是在冒险 而是独江燕 松州也不是松茂古道的最后终点 而是沿着闽江继续北境 直到翻越闽山 与陶河以及渭河的上游对接 这也是吐蕃大军在攻破大渡河防线之后 从松州入侵黄土高原的经典路线 但是后来长征到此的中央红军 却并没有经松州北上 而是向西跨过了茫茫的松攀大草地 之后一举攻破天险辣子口才进入了甘肃 说到这里川西北高原上的另一条极其重要的山脉就该出场了 叠山 叠山山脉你可以理解成是闽山向北延伸出来的一条之脉 或者说是秦岭西部的渔脉 不过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它与闽山共同围救了横断山区的东部边远 是四川与甘肃的丰界线 也是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天然风水岭 叠山北部的陶河与南部的白龙江就是最好的证明 如果说汉民族与藏强民族在西南方向的边界是大渡河的话 那么在西北方向的边界线就是陶河 至于南部的那条白龙江 大家知道蜀汉后期的江维一直都在向西北发展 它所选择的就是这条白龙江河谷 还在这里上演过踏中撤退最为精彩的部分 整条叠山山脉的内部结构都很紧凑 中间只有一条辣子河横灌其中 而恶守这条河谷的正是天险辣子口 与松茂古道相比这里简直就是绝境 而松茂古道则基本上是沿着秦岭与蝶山过渡的薄弱地区在行走 是北上的大岛 其核心就在松州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北出甘肃的道路并不是只有一条 当年的中央红军完全可以不用过草地的 也是完全可以绕开那道辣子口的 只不过因为种种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原因 错过了攻打松攀的大好时机 其实蒙古人当年南下的路线与红军渡过大渡河之后的路线是差不多的 只不过蒙古人当年是拿下了松攀 而红军却只能钻入了茫茫的大草地 九死一生 好了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我是三进清泉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